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真性十种致癌食物评单 转载疑似救无数人 罗文祖于肝癌 享年57岁 黄章祖于肺癌 享年64岁 赵玉荣祖于肺癌 享年72岁 罗金祖于恶心瓶霸 留享年48岁 陈小虚祖于乳腺癌 享年42岁 梅燕芳属于子宫颈癌 享年40岁 沈殿霞属于肝癌 享年62岁 富彪属于肝癌 享年42岁 文兴宇属于肺癌 享年66岁 李渔属于恶心 明巴刘 享年32岁 王君瑶属于肠癌 享年38岁 名人离癌重视 真心大家 悲不可疑 令人不得不更加 警觉到所有可能的致癌食品 在此 奉劝各位 最好少知下列十种食物 其中你最想不到的是 棍联材质的东西 绘化籽 一 绘化籽 相入回应其生产快速 依吸收土壤中的中金属 千格 尼尔 对土壤而言 和有效减进中金属污染 具有精化满精的能力 为最佳景观绿肥作物 但是对人体而言 至今这些中金属 则对身体有害 且智慧患者会消耗大量的胆碱 实体内脂肪在些发生障碍 导致肝脏积聚大量脂肪 会严重影响肝细胞的功能 二 口香糖 口香糖中的天然香酵 虽无毒 但治症中所用的白天酵 是加了毒性的 硫化粗筋剂 防老肌等 添加剂 四肌肠胃 因己不适 而口香糖中的呆糖 阿斯巴田 也是致癌物 三 微精 不胺酸那 其中一半是对身体有益的 左旋 不胺酸 L不胺酸 但另一半却是身体不能利用的 右旋腹胺酸 D 骨胺 腺胺 变成为害身体的自由剂 每人每日摄入胃尽量不应超过6克 摄入过多会使岁月中 腹胺酸和钠的含量升高 降低人体移入该额美 可能导致催盖 影响牙齿 骨骼的强度 又可引起短期的头痛 心慌和心等症状 对人体生殖系统也有不良影响 四 猪肝 每公斤猪肝含胆固醇达400毫克以上 摄入胆固醇太多会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同时 肝是解毒器官 会积累大量黄蛆毒素 抗生素 安眠药等 这些毒物 五 猪肝不一致 五 油条和粉 板条 米粉粉 在制作过程中都必须添加冥凡 硫酸鱼甲 如常治这些东西 一导致贫血 五支疏风症 同时体内里过多 很难从肾脏排除 对待脑及神经细胞产生毒害 甚至引起老年痴员症 又因为油条所重复使用的炸油 过多氧化 亦有害健康 六 厌灾 萝卜肝 长期致会引起纳水在体内滞留 从而增加患心脏病的机会 另外也含有鸭硝酸胺 或有不消炎者 又浮满磷防腐 这些都是致癌物 亦有发癌症 七 是收瓶状鲜果汁 其中加了太多糖 比清水的热量还要高 建立至新鲜水果或鲜渣果汁就好 八 皮蛋 蛋含有一定量的铅 长时会引起人体见中毒 见中毒时的表现为 失眠贫瘁 耗动之力减退等 九 臭豆腐 臭豆腐在发酵过程中 极易被微生物污染 它还含有大量的挥发心 盐济干和硫化氢等 是蛋白质分解的腐败物质 对人体有害 十 爆米花 做爆米花的钻如含有鲜 在高压加热时 锅内的鲜会融化一定量 一部分鲜会变成鲜蒸汽额叶 污染原料 特别是在最后爆的一瞬间 爆米花中含鲜量高达 10毫克至500克左右 对人体特别是对儿童的 造学系统 神经和消化系统都有害 就多了可能会得爆米花费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